我們這集來示範一下什麼叫動態浮水印的功能 比如說我現在在看課程的時候 那我這邊按play一下 電話靈響的聲音 我先把這個影片的聲音關閉 然後來看一下 注意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浮水印 欸 跳過來了 所以這個動態浮水印 這邊會顯示你目前login 就登入進來的帳號 還有你的電子郵件 登入的這一個人的電子郵件 每隔10秒鐘他就會跳到右邊左邊右邊左邊 這樣來回的跳 好 那預設呢 就會你可以自己設定 像這個是顯示登入人的帳號跟電子郵件 還有這個網站本身的網址 還有這個網站本身中文名稱 然後最後一個IP是這個上網的這個使用者的IP 所以他們如果說用電腦去測入這個螢幕畫面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放到全螢幕好了 好 最上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他如果去測入這個電腦畫面的時候 會把上面的這些資訊也錄進去 所以這個主要就是為了防止道路啊 倒板啊 可是他有一個缺點 他有一個缺點就是 iPhone手機啊 注重這個什麼個人隱私啊 那他們的條款裡面 是禁止影片就是播出的影片 是禁止在iPhone手機上面去置放這些東西的 所以在iPhone手機如果你是放大全螢幕 比如說點這個按鈕放大到手機全螢幕的時候啊 這個浮水印動態浮水印是會消失的 但是呢我們這個播放器有另一個解法 有另一個解法就是Play-in-line 這個把它啟用 然後把它更新 Play-in-line的意思就是說啊 你在播放的時候 他即使是放大全螢幕 他還是在瀏覽器的範圍裡面 所以如果一般呢我們如果是沒有動態浮水印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Play-in-line這關閉是可以的 就是放大的時候就直接全螢幕滿版 那本來就沒有動態浮水印沒差 可是如果你是希望動態浮水印 必須出現在手機上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讓他整個滿版 你必須要讓他嵌入在這個瀏覽器裡面 所以這個叫Play-in-line 就是在瀏覽器的下方 OK 他一個缺點就是你看那個圖 他滿版的時候他上面會有瀏覽器的上方的那個 那個面積會被佔用掉一點點 就是瀏覽器本身 但是呢他有效的讓手機也可以出現動態的浮水印 因為有些人他會用手機去倒入嘛 所以你就要把這個Play-in-line啟用 這樣就可以解決掉手機看不到動態浮水印的問題 這個就是最便宜的方法 讓你去使用動態浮水印 等於說這個外掛很便宜 然後動態浮水印又不用另外加錢 跟之前我們介紹的那另一個網站好貴 那這個Player這個外掛 他可以讓你的影片不只放在Vimeo 也可以放在YouTube 隱藏YouTube的那些其他連結 以上就是我們動態浮水印的說明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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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